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这个没有打出来 这个写成EOR 我回去改了 就是这个均匀的平面波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的X分量 因为电厂有两个分量 一个是X分量 一个是Y分量 我们就把它写成这个样子 写成这样以后呢 我们就看 如果这个phase difference 它是5Y-5X等于0或者是Pi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这个式子画成这个样子 0带进去是正的 Pi带进去变成负的 于是这两个比值就变成这样子 那这个都是常数了 于是EY 电厂的Y分量 在Z等于0的地方 跟电厂的X分量 有这种线性的关系 这个就是他们的邪律 如果是正的话 就表示这个电厂的箭头 它的轨迹是这样的一个轨迹 如果是负的话 这电厂的轨迹就是这么一个轨迹 因此我们说这个就是一种线性的偏正 我们以前讲的完全朝Z方向 那么电厂是朝X方向 那就是这样偏正 那现在是这样子偏正 这是属于这个线偏正 要记得它的条件 就是phase difference等于0或者是Pi 这phase difference我才说过 你要弄清楚是5Y-5X 我们现在看的是电厂朝Z方向前进 那现在我们再看 圆偏正还是平面波 那么如果phiY-phiX等于正拍或者是负拍的话 而他们之间就是EY跟EX这两个正幅的比值等于1 那就是说这两个正幅完全一样 于是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保留还是原来的样子 Y分量呢 你看就是把这个正幅 就是phiY等于phiX加减二分之拍 如果是正二分之拍的话呢 那cos这个角就变成在第二向线 它是负的 因为它是加90度 所以就变成cos 如果是减的话呢 那么这个就是正的 那现在我们就看EX是这个样子了 EY是这样子的 EY是这样子的 不过这个还是把它变成0 好了 EX0T 我们看的是在0的地方 OK 0的地方 就是Z等于0之处 你把这个Z改成0 好 那么这两个等号 左边平方右边平方 左边平方右边平方 然后把它加起来 那就是左边加起来是这个 右边加起来呢 是EX平方 加上EY平方 EY就是EX了 EY就是EX 所以呢 我们可以把EX平方提出来 里头就是cos的平方这个角 然后上一平方这个角 加起来正好是1 所以呢 所以这个加起来 就等于EX的平方 或者是EY的平方 那么我们令这个常数叫做R 为什么 因为 这两个变数的平方加起来 这是互相垂直的 加起来等于一个常数的平方的话 这是一个圆的方程式 一个circle 那么这个正好是这个circle的半径 所以我们就令这个 就是它的半径就等于EX 或者是EY 所以它是一个圆方程 所以平面波 你只要记得它的条件 如果PHY-PHYX它是二分之π 不管是正二分之π 还是负二分之π 而它的正幅都相等的话呢 在这个条件之下 它是一个圆偏正 不过圆偏正又可以分成 左旋圆偏正 与右旋圆偏正 左旋圆偏正跟右旋圆偏正 两种形形 好 那么我们先看 第一种 如果这个phase difference 是二分之π 如果这个phase difference 是二分之π的话呢 那EX跟EY 在Z等于零之处 它是这个值 零之处是这个 这个值 OK 零之处 好 那么 我们现在 你就看 这个是 等一下 EXT 这个EX 我们就可以用R来代表 对不对 那么 假如 我们现在假定 假定 PHYX等于零 那么 这个式子就是这样子 这个式子呢 就变成这个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圆 就是说 我们现在看的是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那么 当 PHYX等于零的时候 那就是Cosine 那就是Sine Omega T Sine Omega T呢 那这个箭头就在落在这里 就是它的E0X 等于半径 那么EY呢 它的投影 在这里投影是零 在这个地方的投影是零 好 那么 这个时间会不断的前进 我们 看这个 它的时间 它的时间 不止 好 这个值 我们刚刚是说 这个等于零 那这个就是Omega T加二分子π 如果 如果 在这个地方 Z等于零 这处 刚刚我说过 这个值是最大 就是等于R 因为Omega T等于零 Omega T等于零 那Cosine 二分子π就是 这个是最大 Cosine Omega T 是E 所以EX 0T是R 那EYT呢 就是Rcosine二分子π Cosine二分子π是零啊 所以它就是零 那就是说 这个时候它是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好 等等 时间增加了 时间增加了 那你现在可以看一看 这个时间 我们先从这里看就可以了 时间增加了 这个本来是零的 这个 这个零 对 这是零的 那Cosine的值是等于正E 好 当这个值比零大一点点的时候呢 那Cosine的值啊 就要下降 对不对 Cosine的值就下降 那就是说EX就变小 好 那这个呢 这个 这个 加二分子π 其实它就是Sine二分子π了 -Sine二分子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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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Omega T增加 那Sine的值就增加 那-SineOmega T 它就不是零了 它就变成一个负值啊 所以说 当Omega T增加的时候 比如说是八分子π 它这个投影就变小了 这个投影呢 这个投影就变大 绝对是变大 它是负的方向 好 当这个再增加一点 时间再前进一点 那它这个投影就再缩小 那这个 这个投影就再增加 因此它这个箭头是怎么走呢 是这样子走 这样子走 OK 这样子绕圈圈 绕圆圈 好 这样子绕圆圈 那么你看这是八分子π的时候 这个值就变小了 这个值呢 在Omega T是零的时候是零啊 那现在那不是零 它是-3.82 时间再增加 那这个继续变得更小 那这个就绝对是变得更大 那就是像我们这个图上面 所画的箭头往这个方向走 所以箭头在这个地方 它的头头 它的箭头绕圈圈 这个是圆片正 这个绕圈圈是 我们称它叫做 左旋圆编正 Left hand circular polarization 怎么叫左旋呢 比如说 电磁波是Z的方向 打点就是朝 出这个萤幕 你的左手伸出来 左手伸出来 大拇指朝向你自己 左手伸出来 那这个手就是箭头的方向 你看 箭头就是朝这个方向 在前进 这个螺旋的方向 因此呢 这个是符合于我们左手 所以叫做左旋圆偏正 左旋圆偏正 左旋圆偏正 OK 那这里就告诉我们 这个结果显示 当Face difference 是二分之拍的时候 这个Face 就是这个Face 转动的方向 如图A所示 是左手 是左手螺旋法则 就是将左手之小指头 卷曲 大拇指指向电磁波 行进的方向 就是Z方向 小指头卷曲的方向 就是这个Face 转动的方向 在这个地方转动的方向 所以称这个电磁波呢 我们称它叫做左旋圆偏正 好 那么我们再看 这是Omega等于正的时候 Face difference等于正的时候 当Face difference是负的时候呢 负的时候 那么这个式子就变成这样子了 我们还是一样 你看当我们是5x等于0的时候 当5x是0的时候 这个是0 Omega t是0 然后这个是0的时候 这是sin 正的sin二分之π 那是等于1 等于1 那就是这个时候 它的偏正是这样子的 是这样子的 是这样子的 对 这是EX EX EX是 我看看 没有写错 负的时候 负的时候 这个是0 这个是0 这个是0的时候 EX是最大 最大 然后 5x等于0的时候 那这个变成 sinOmega t 不是三二分之π sinOmega t 那Omega t是0的话 那sinOmega t就是0了 所以它是起初在这里 然后Omega t变大了 变大了以后 那它这个值呢 这个值就变小了 这个值就变大了 它是正的 所以这个Ey 头影是向上的 向上的 这个越来越大 这个越来越小 那 那 那 上面那张图 什么 上面那张图 上面那张 Omega t等于8分之π 大成 减8分之π 那是打错 这样的 OK 那这边呢 也打错了 应该是等于哦 可能是等于哦 可能打太近了 我回去在电脑上看看 我电脑上看看 是打成减的 应该是等于 不是减的 好 你们把它更正过来就好了 更正过来 好 那么 我们就看到 这个X分量越来越大 那么 Y分量越来越小 那就这个箭头怎么走呢 这样子走 这样子绕圈圈 这样绕圈圈的话 它的箭头的方向正好是 右手螺旋规则 你把 你把右手的大拇指指向电场 那小指头弯曲的方向 就是它旋转的方向 那这个叫做 右 叫做右旋 叫做右旋 那记住 在我们这个符号的规定里面 DELTA 是5Y-5X 如果是正二分子拍 是左旋 圆偏正 如果是负二分子拍 是右旋 你记得 正二分子拍是左旋 而负二分子拍是右旋 好 这个是 关于这个 圆偏正 所以 我们这个结论就是说 当DELTA等于负二分子拍的时候 向量呢 是 转动的方向是 右手螺旋法则 依据这个法则 因此 电磁波是 右旋 圆偏正 有没有问题 这个有没有问题 好 没有问题 那我们再往下看 椭圆偏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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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是看前面 我们原来那个电磁波 原来电磁波我们写成像 像量 像量 phacial form 是这个form 原来那个 我们现在把它改成 写成这个 phacial form OK 原来是 cos sin 这样也可以了 也可以了 好 那麼 現在我们就看 DELTA 不等于零 不等于零的时候 它可以等于其他的 但是它的政府不相等 政府不相等 原片正是政府等于 原片正是政府相等 Delta呢 等于二分之π 那这个 就是说 像这个形式 它就是一个椭圆片 我们以后证明 比如说 比如说 我们现在拿一个值来看 Delta等于 φy-φx 等于正负π over2 就是二分之π 正二分之π 或者是负二分之π 这跟我们刚刚那个原 一样 但是 跟原不一样的就是 它这个正负的比 不是一 现在是二 我们假定是二 那么我们这个电场呢 你就可以 当 z等于零的时候 我们可以写成这个状态 就跟前面都一样了 EY EY 写成这个状态 好 那现在我们把这个条件带进去 EY等于两倍的EX 两倍的EX 那么 5Y 5Y 等于5X 加减二分之π 加减二分之π 我们就可以把它变成Sine 附赠在这里 OK 它就是这个试着 这个试着 这个试着 这个试着跟我们刚刚那个一样 但是它不一样的就是 正负不一样 正负不一样 刚刚正负一样 所以你这个平方加这个平方 就等于EX的平方 现在不是 现在我们就把EX除过来 这个2EX除到EY这边来 那么两端平方 左边还是一样 右边还是cos平方 加上Sine平方这个角 就等于E 那左边就变成EX0T的平方 被EOX平方来除 这个是EY平方 被两倍的EX的平方来除 等于E 这个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椭圆方程式 那这个是它的长轴 这个是短轴 Y轴是长轴 X轴是短轴 OK 它旋转的时候 旋转的时候 我们还是看原来这个图 原来这个图 你看 当Omega T等于0的时候 phi等于0好了 我们假设phiX等于0 这个等于0 那cos零度就是1 那EX最大 那么这个就是0了 这个Sine这个值就是0了 那么EY就是0 记得就是0 记得就是说 这个EX最大 EY是0 那正好就是这一条线了 这一条线 好 现在 当Omega T增加一点点 那这个就不是零度 不是零度 cos的值就变小了 X横轴的投影变小了 那重轴的投影就变大了 如果负的话呢 它就朝这一方面转 正的话就是朝上 那就是说 当时间 时间增加的时候 这个变小 这个值变小 这个变小 这个变大 绝对值变大 是负的 这个是负二分之拍的时候 绝对值变大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随着时间的增加 这个箭头 就是按照这个方向 再旋转 这就是什么 左旋 它还是一样 Delta等于正二分之拍 它是左旋 那Delta等于负二分之拍 它是右旋 OK 右旋 不过它现在跟圆不一样的 就是说 它这个轴是长轴 这个轴是短轴 这个轴是这个轴的一倍 是这样子的 这是椭圆 那么 那么 所以我们现在 从上面的分析 我们知道 偏正呢 它有 线偏正 有圆偏正 有椭圆偏正 那么我们现在找一个简易的方法 就是说 我们不要 我们不要像刚刚 那样子看它的投影 Omica t等于零的时候 电厂的x 电厂的横轴投影最大 然后随着时间慢慢变小 然后中轴的投影呢 逐渐的增大 但是有时候是正 有时候是负 对不对 不要看这样子 我们现在找一个 看看有没有一个什么方法 我们一下子就可以把它分辨出来 OK 好 现在我们就发展 这样子的方法 比如说 我们把 这个 这个是原来的式子 原来的均匀皮面波 这是x分量 这是y 电厂的x分量 电厂的y分量 它原来是这个形式 原来这个形式 那这个 ex 就是这个东西 ey 就是 这里又漏了一个 这漏了一个ay 这里又漏了一个ay的单位下 把它补进去 OK 漏了一个ay 那我们就把 ey跟ex 比一比 这两个比一比 那就是这个 比这个 这两个一比的话呢 这个就消掉了 这个东西呢 就变成 exponential j 5y 减5x 这个正好是什么 delta delta 我们现在例 ey over ex x等于a 我们前面不就这么假定吗 是等于a 那这个笔值 就可以写成这样子的 a exponential del j delta 次方 那以后啊 我们就从它这个来判别 以后你一定可以把这个 一个平面电子波 比如说两个分量 比如说它朝z轴前进 一个是y分量 一个是x分量 比一比 以后我们会讲到 不一定是ey跟ex 反正是两个互相垂直的 分量就对了 你把这两个比一比 它就是这个值 那么四中a 代表 正伏的比值 delta代表 向 向差 那我们就看 跟综合我们前面所讲的 如果delta是零 或者是pi的话呢 这个时候是 线偏正 对不对 delta等于正负二分之pi a等于1的时候 这个平面波是 圆偏正 第三个 这个不等于零 反正它就不是零 零的话一定是 线偏正 不是零 它可以是二分之pi 可以不是二分之pi 它可以任意角度 然后a不等于1 就是 两个分量的正负 不相等 那这个平面波就是 椭圆偏正 实际上 我们知道 均匀平面电子波 一般都可以视为是椭圆偏正 圆也可以视为椭圆偏正 就是长轴等于短轴就是了 它是椭圆 椭圆的一种特例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现在就由电子波的偏正状态 我们现在用偏正图说明电子波的偏正状态 这就是这个图 OK 我们在xy平面上 或者是这个的负面 这个负数的负面上 画出这个图来 画出这个图 这是一个负面 负面了 这是十轴 这个是虚轴 十轴虚轴 那么我们现在看 如果 face difference等于零 等于零 A等于一 A等于一 那就是线偏正 这个是这边 这个这边 如果A等于二的话呢 它的斜率就不一样了 斜率不一样了 所以在十轴上的 出现在十轴上的一定是线偏正 如果出现在其他的地方 其他的这个部位 那都是椭圆偏正 椭圆偏正 椭圆偏正里头 当delta等于二分之π A等于一的时候 是一个左旋圆偏正 负二分之π是一个右旋圆偏正 这两个是圆偏正 其他的部位 都是椭圆偏正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你看在这个十轴的上方 这半个圈圈里面 都是什么方向的偏正呢 左旋 出现在右旋 出现在下方的这个地方呢 都是右旋 这个图 要记住啊 你要常常用它记住 以后给你一个电磁波 平面电磁波 你马上就可以 从这个图上判定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偏正状态 好 这个是 这个偏正图 偏正图 上图 我们称为偏正图 是说明电磁波的偏正状态 偏正状态 这个我刚刚已经说明了 我们再来看这个 在这个负面上面 Delta 小于π 小于大于0 这是0跟π之间 就是在上半面 就是在上半面 这个就是这个指 这个幅数啊 在幅面的上半面 电磁波为左旋 椭圆偏正 如果这个介于 它的大于π 而小于0 小于0就是 也可以说小于二分之π了 它是在负面 负面的下半面 这个时候的平面波呢 它是右旋 圆偏正 当Delta等于0 或者π的时候 也就是说 你这个幅数啊 是在十轴 我们刚刚看那个十轴 那是一种线偏正 如果A等于1 这个又是正二分之π 跟又负二分之π的话 那它就是在这个 虚轴的位置上面 这个时候呢 波是一个 圆偏正 对不对 我们刚刚看了 图 好 底下我们来 看一个立体 看一个立体 好 现在我们要看 跟这个 电厂 这是一个 均匀平面电磁波的电厂 它相关的磁场 就是说跟它一起跑的磁场 如果 这两个 电厂的分量 相等 而 它们的phase difference 等于二分之π 那么 H的偏正方向 是什么方向 H是什么方向 其实我们就 你就看什么 看电厂就好 电厂是左旋 电厂是左旋 圆偏正 那么 H厂也一定是 左旋 圆偏正 不会说电厂是 左旋 H厂变成右旋 不会这样子 所以 你其实啊 你只要判断 这个就可以了 你判断它是 什么样的偏正 方向 你就知道H是什么方向 不过我们现在按照这个 规规矩矩的把它算出来 H厂 H厂跟E厂的关系 是这个关系 对不对 好 那么 我们就把 这个 Ata分子1 Az Cross Ez是这个 E 是这个 那你把它Cross出来 Az Cross Ax 是负Ay Az Cross Ax 正Ay 正Ay 在这里 在这里 这个在这里 Az Cross Ay 是负Ax 所以这一项在这里 这一项在这里 那么 我们现在就把 H厂呢 看成是 Hx 跟Hy 这是 X分量 那这个就是 X分量 这个就是它的 Y分量 你看 它的Y分量 跟X分量 跟这个 颠倒过来 颠倒过来 OK 好 变成这个以后 我们就 知道 Hx是这个 Hy是这个 Delta 是 这个时候呢 为什么是 Phi x 减Phi y呢 因为 因为 Hx 是Phi y Hy是Phi x 它是 这个的Face 减掉 这个Face 减掉这个Face OK 减掉这一项的Face 所以它现在是 Phi x 减Phi y 知道吗 所以我前面就强调 你要知道 哪一个解哪一个 这是要看这个 电子波行径的方向 行径的方向 OK 好 那么 行径的方向 它总是 总是这个 我们看 好 它总是 后面这个Face 哎呦 又按错了 总是后面这个Face 减到前面这个Face 总是这个减 你不要单单看XY 要看这个 这个的Face 减这个的Face OK 好 这是Face Difference 12分之Pi A呢 这两个正伏的比值 是这个 那现在你把这个 正伏的比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正伏的比值 正伏的比值 我们这里 正伏的比值 这个比这个 我们看看 OK 这个是它的这个Face 这可能要画一下 我看看 你要把这个东西呢 画一下 上方 你看这个是二分之Pi 二分之Pi PhiY-PhiX 二分之Pi 好 它的这个XY PhiX PhiY 是EY跟EX的Initial Phase Initial Phase 如果你把这个 你可以看看 哪一个当灵 都可以 我们看看这里是哪一个当灵 它是等于 我们看看这个 这个比这个 这个比这个 负1 负1的话呢 就是它是等于J Pi JPi OK 就是A是等于这个东西 好 那现在A乘上Exponential J Delta 那么 A就是这个东西 A就是这个 那后面这一项呢 就变成 负的 这个Delta 是负二分之Pi 因为这个Delta 在这里 是负二分之Pi 负二分之Pi 所以我们把这个 带进去 就是说我们把这个 化成这个负数了 化成这个负数了 这个负数的A 已经求出来 是在这里 那这个负数的Delta 在这里 所以你把这个 带进去呢 它就可以变成 本来这个A 可以不要写的 它就是Exponential J二分之Pi 负方 那我们特别 把1摆进去 就表示说 它的A等于1 Delta是二分之Pi 所以我们就知道 Delta是二分之Pi的话呢 这一定是左旋 A等于1的话 就是圆偏正 所以它 H是左旋 圆偏正 左旋圆偏正 其实你可以从电厂 按照这个样子做 照样可以得出来 好 那么 这个是一个 例子了 嗯哼 嗯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